乔诺斯航线 尽管历经了数万年 但它们每一天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 这是圣拉法埃尔冰船 位于北大冰原 也是滨海天蝎二号游轮的目的地 滨海天蝎号游轮巴塔哥尼亚万年冰船 我们长致地邀请您 透过乔诺斯航线 一起探索北大冰原 我们将共同体验一次千所未有的探险 航长历时六天 沿着智利南部辖湾 途经齐洛埃群岛和乔诺斯群岛 抵达一片纯净至极的世外桃源 这就是被国际教科文组织 批准为生物圈保护区的 圣拉法埃尔国家公园 蒙特港 位于美洲大陆的南端 一座距离智利首都以南 一千公里的尝试 这座尝试的历史和人文 都与大海息息相关 同时又被迷人的自然景观所包围 有着美丽的原生森林 壮观的火山 延绵不息的河流 憨态可居的野生动物 和万年的天然古墓 这就是我们航程的起点 出发前 我们可以利用机会 了解当地传统的手工艺品 和令人着迷的历史 此地淳朴的居民远离喧嚣 与大自然相非共存 蓝天 海风 热情地邀我们一起航行 看看这边土地 到底能为我们带来 多少意想不到的精细 潘格洛河平静的水面 向滨海天仙二号邮轮的乘客们 表示欢迎 船上全体工作人员 为乘客们提供最热忱的服务 很快的大家就会发现 在船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感受到 宾至如归的闻心 航程开始不久 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欢欣雀跃的心情 我们的旅程就此开始 身后的码头渐渐远去 美丽的景色 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屏息静气 物我两望 每一天的航行 都会有新的发现与惊喜 我们知道 接下来我们将经历一段重要的人生旅程 滨海天仙二号邮轮设施现代 专备航行冰川而设计 可容纳130位乘客 拥有55个套间 每一间都配备有独立卫生间 内部装潢 使用当地原生态的木材 十分舒适 套房舒适宽敞 船舱 甲板和餐厅装潢高雅温馨 处处体现出 我们将船内的舒适惬意 与外部自然景致 巧妙结合的理念 乔诺斯航行写贯穿至里南部两大区 罗斯拉格斯区和埃森区 六天的征途涵盖了800海里的航行 夜幕下 深邃的大海和周遭的静寂 不禁让我们敞开心怀 一边交谈一边享用佳肴 整个航程 乘客们都可以享受当地最具特色的滔铁盛演 品尝上等的美酒佳肴 热情好客是滨海天蝎号邮轮的宗旨 也是这里南部人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德 星期天 邮轮在迷宫寺的岛屿间穿梭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这片神奇的土地进行第一次庆距离的接触 登陆阿基勒港 我们将带您认识这个平静安详的小渔村 这里的生活节奏围绕着海风海浪和为人津津乐道的古老传说而展开 热情好客的孩子们主动贴心地指引游客 认识各个景点 非常讨喜 我们建议您沿着主道向前行 到达一座瞭望台 富兰群岛风光和岛上的植被 景色十分迷人 在岛屿和海峡之间 我们继续航行 寻找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致 黎明静悄悄地到来 滨海天蝎二号游轮沿着布满福兵的河流前进 目的地是圣拉法埃尔国家公园 游轮在福兵间缓缓穿梭 最终停泊在圣拉法埃尔冰川脚下 我们抵达目的地了 这就是北大平原的冰川 在所有领海的冰川中 这里是距离地球至到最近的一个 这一点使它成为人类重要的淡水资源 水是生命的源泉 我们也是水的儿女 也许这就是人类和这片土地之间神秘关联的渊源吧 我们登上海格利斯号破冰船 这艘船特别为破冰而设计 能最大程度保护乘客的安全 冰块透过阳光呈现的斑蓝色彩 带给我们无限惊喜 深蓝 浅蓝 电青 巨大的冰川和布居易格的形态极其壮观 游客们的激动心情异于眼表 毫无疑问 这座冰川绝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航程中最受注目及期待的一刻 莫过于传统十二加三十的干杯 十二指的是十二年的成年威士忌酒 三十指的是三万年冰川的冰块 结束了神奇的一天 我们怀着激动不舍的心情 离开这片冰雪世界 而心中早已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 吉特拉尔克著名的温泉 旭日东升 新的一天来临了 迎接我们的是吉特拉尔克峡湾 在当地马铺千语中 吉特拉尔克的意思是火之水 我们下船欣赏大自然鬼附神工 创造出的美丽景致 这里大部分的植被 动物和鸟类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串鸟 欣赏它们独具一格的歌喉 还有当地特有的海狮 花卉 蘑菇和著名的羊二仙草 人们会用羊二仙草的叶子烹调制立风味菜 古兰多 经过多余潮湿的树林是如此的温顺柔美 回归自然 体验森林浴别有一番情趣 散步结束后等待我们的是传统的篝火午餐 享用午餐的同时 我们可以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活动 沿着下湾内到航行游软 或是在巴塔哥尼亚最南端的温泉放松享受 泉水来自附近的哈德森火山 使所有探险家们都跃跃欲试的休闲体验 滨海天仙二号游轮穿越莫拉勒大海峡 向克尔克巴多海般前进 最终目的地是奇洛哀岛 在这里大自然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份惊喜 那就是蓝鲸的出现 下午我们继续沿着航道前进 来到奇洛哀岛的首府卡斯特罗市 卡斯特罗市建于1567年 是智利第二古老的城市 卡斯特罗市悠久的历史 一方面源自到这里寻找机会的探险家们 另一方面源于当地的原住民族 这种结合造就了奇洛哀岛神秘的历史 和令人充满遐想的传说 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在它独特的建筑和文化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美丽的木制教堂 精巧的手工艺品和色彩鲜艳的羊毛制品 还有独具特色的水上建筑 这些房屋沿海而建 用木管支撑底部 抵御潮起潮落 穿越勒姆伊岛和安库德海湾 我们继续向前航行 最后一晚 我们将享用船长的设宴款带 庆祝这段奇妙之旅的圆满成功 这是一场无邪可击的盛宴 最上等的美酒佳肴 配上经典的南部风味美食 船上的工作人员和乘客们一同欢庆 船长的注词更让晚宴达到最高潮 这是让我们深思回味的最佳时刻 让我们想象一下 这一片土地上最初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 乔诺斯人 一直在海上流浪的民族 他们在这片水域穿梭 寻找海鲜猎捕动物 我们能感觉到 这个民族的灵魂从未离开过 怀着激动的心情 我们牢记经历过的每一刻 在这特殊的时刻 友谊更为深厚 这次征途的体验 毫无疑问地将改变我们的一生 我们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分享 在亲身体验过感受过这片土地后 我们深知保护它有多么的重要 让它保持纯净 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它的美丽 这里承载着历史的昨天和未来 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家园 这就是滨海天蝎号游轮的理念 有所知才能有所爱 而我们亲身体验过它 有所爱才有所珍惜 而毫无疑问地 我们热爱这片土地 欢迎来和我们一同航行 亲身经历世界南端最震撼的探险 依次无与伦比的顶级体验 滨海天蝎号游轮 巴塔哥尼亚万年冰川